10月17号 刘女士点了一份早餐外卖 花了23点02元 那盒蒸脚还放在刘女士家的冰箱里 其中一只蒸脚的表面有一根毛发 目测五六厘米长 因为我本人是有洁癖的 然后我当时就直接联系了商家 商家就来个 那这样好了我给你退款吧 我说这样我不接受的 我说我找12345去投诉 然后他说那我可以就是认为你是来对我进行一个欺诈的吗 然后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 刘女士说他比较注重个人卫生 比如没有洗澡 绝对不碰床 洗脸 洗澡 擦手等各类毛巾 也区分的清清楚楚 事发那天他打电话投诉商家的时候 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过程中我就整个人全部抽筋 发麻将益 两个多小时 是12345帮我打的120 抬着单架从我这抬出去的 这么严重 对 是整个人就是已经到大脑缺氧了 就整个人抽搐的很厉害 本人是没有身体疾病的 所以说就不存在说是 我是因为我的身体疾病的原因 导致我整个人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医院病例上的诊断是 胸闷带茶 头晕带茶建议休息三天 但凡说我觉得小飞从什么的 因为这种做食品 我也做食品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他什么时候掉进去的 那商家也左右不了 对吧 可能因为某一个过程中 但是这种东西 他如果说不是通过手的触摸 掉上去的 他也不可能说怎么样的 我要求商家赔偿 我就是进那个急诊的一个医药费 800多一点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务工费 按照他医生给我开的那个证明 然后是上个月 我按照上个月的工资 然后算下来 我平均是308一天 我是这样想的 像我们商家也是不容易的 是不是 这个呢 比如像头发湿的这些呢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因为有些 那个敲诈落实的也比较多 他们自己放一个头发进去 这种事情经常有 袁老板说 店里的工作人员 平时干活都会戴上一次性头套 但是时间隔得太久 毛发究竟是什么 从哪里来的都说不清楚了 你一身诊弹 是这个东西吃坏了 那我无话可说 但是现在他也拿不着这个证明 然后 像这种情况 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是吧 我们是实话实说的 就是 我也没有退学责任 我是建议他做平台的 如果他不做平台 我就是这段课单价的10倍 我给你 医药费不给的话 那12335那边我会继续去投诉 让他就是每一个礼拜来检查一次 对吧 我不会结束这个投诉 我们是作为上班族 我希望我们点到的外卖 肯定都是干净卫生的 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上班 随便点一份外卖 出现这种食品安全情况 然后我来给你反馈 你就轻飘飘一句话 不好意思 我给你退款吧 我现在来做这个事情 不是我说 我要求你退款 而是你们商家 对于这个实案的一个态度 对不对 你们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态度 让我们接受不了 你看看你的后处 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的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刘女士表示 她会把情况反映给平台 188黄金眼记住报道